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责任就砍在肩上 一定要把工作做好 我觉得党员那个使努和担当 就是我们应该在疫情的一线 在防疫的一线 点滴微光 汇聚成强大的战役力量 慢点啊 走走走 第一时间报名 为了我们的城市做出一些贡献 我又在这里很长时间了 然后已经大家是一样的嘛 叫我就我很开心来这里这个住 哪里需要我就去什么都做啊 海南抗疫是信心 决心与爱心的交织 今晚19点30 潮起海之南 带您一同看 一路向前 当代青年的勇气与担当 感受来自他们的青春力量 8月1时 海南省新一轮疫情防控战再次打响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 海南广大党员干部 青年志愿者迅速集结 化身采集员 管控员 外卖员 让抗疫一线处处闪烁着 抗疫有我命运与共的 凡人微光 三亚越川社区安置点 共有住房16栋 其中6栋有阳性病例 疫情防控压力较大 第一时间就来到了三亚 第一时间我们就成立了临时党支部 第一时间就下层到这个社区 开展这个疫情防控 一个支部 一座堡垒 来自海南省委组织部的青年志愿者们 分成两组24小时轮班职守 有序开展 物资搬运 核酸采样 疫情排查等工作 我之前也是干了好几年的志愿者 非常幸运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来挥洒一点自己的汗水 连日来 面对海南省近期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 海南省职机关青年志愿服务队 一千多名志愿者 纹令而动 奔赴三亚 持续奋战 助劳疫情防控一线战斗堡垒 以实际行动为党旗增挥天才 祖籍湖北的九五后青年贺灵力 也是海南省职机关青年志愿服务队的一名队员 因为当年海南有兄弟姐妹来支援我们湖北 现在我更加的有责任有使命来报答当年的恩情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再践行 我这个这些湖北姑娘又是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第一时间到达三亚后 贺灵力和十多名队员全身心投入到三亚乐群社区的疫情防控工作当中 穿上大牌呢就觉得这个责任就砍在肩上 一定要把工作做 只有我们每个人去奉献 就能把整个疫情控制住 我们还是一点一滴的来做好我们每个人的本职工作 汇聚我们整个集体的力量 坚信能够取得抗疫的最终胜利 目前疫情阻击战仍在继续 而青年志愿者们也奔忙在海南疫情防控第一线 1999年出生的熊伟涵 今年23岁 是一名新党员 疫情发生后 他主动请站 下沉到社区一线 担当起了凤翔山庄小区的临时管家 海口的凤翔山庄小区 是一个老旧小区 没有电梯 为了保证每一名居民 都能完成核酸检测 熊伟涵主动担起了爬楼通知的任务 老人的听力不好 但做完核酸采样后 老人突然指了指 熊伟涵身上的党灰 竖起了大拇指 我觉得党员的使命和担当就是 我们应该在疫情的一线 在防疫的一线 做好服务群众的工作 这些都是我们身为党员 应该起到的一个先锋带头作用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 党灰在疫情防控一线闪闪发光 哪里需要就在哪里发一份光放一份热 还有无数青年党员们正奋战在抗疫一线 住在海口市秀英区西秀镇的福阿公老两口 身体一直不太好 子女则在外务工 得知这一情况的民警 立刻上门提供专车接送服务 在民警的帮助下 福阿公夫妻从出门到做完核酸 只用了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作为民警 作为一名党员 这个疫情发生以来 我们广大的民警充分在前 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共同的努力 我们一定会战胜这次疫情 和公安干警一样 海南各地消防救援支队的广大消防官兵 也纷纷支援助力疫情防控工作 东方市消防救援支队 第一时间从两个消防救援站抽调9人 成立了三个防疫突击队 根据防疫处置需要 奔赴涉疫场所 开展消杀任务 处置涉疫任务的场所 主要是各个社区的核酸检测采样点 接下来我们还会24小时执行备战 随时待命 一阶段任务将立即出动 火焰蓝化身防疫白 蓝朋友冲锋防疫第一线 以实际行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后勤兵 让党旗下的火焰蓝 在防控疫情一线熠熠生辉 虽然有点累 但是相比于能为国家为人民做出一点贡献 这些都是可以忽略无据的 只要人民需要我们 我们不论何时不论何地 我们都会奉献出自己能做的最大的力量 在疫情防控一线 还有许多夫妻档携手抗疫 他们是家人 也是战友 更是众多抗疫一线工作者的缩影 我们早上十点多是出来了 因为还要筹备 还要搞这些管这些标签 我们是六点多开始进去 然后做到现在已经 几点了 先进几个小时了 爬了七个楼梯 做了两百多步 朱娇燕是天涯区光明社区的网格员 她所负责的片区位于三亚市中心 这边住户密集 人员众多 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已经是常态 有时候是九点半才回到九点 有时候十二点钟 但回到九点不一定就可以休息 电话结构不停 机名的各种问题 奋战在抗疫一线 朱娇燕已经有十几天 没有见到自己的两个孩子了 在工作间隙 她忍不住给孩子们 打了一个视频电话 在三亚市天涯区有一路社区 朱娇燕的丈夫陈壮正在忙的组织工作人员 为封控区域做消杀 作为网格长 她每天要接打几百个电话 来协调各种工作 我每天都会接不下于三四百个电话 我的居民时刻都会跟我反映情况 包括还要对接其他单位 每天因为手机的电量都不够用 我们又不能时刻的 就是说要站在某个地方进行充电 充电宝 用完一个又到第二个 从8月1号起 陈壮便吃住都在指挥部 家里更是顾不上 提起同样辛苦的妻子和两个懂事的儿子 陈壮更是满眼的心疼和内疚 我和我爱人都是在社区工作 最近家里面的菜也快没了 也养送回去 我们家也是风控区 家里面的鸡蛋和萝卜干还蛮多的 也就这么扛着了 在这个特殊时期 陈壮和朱娇燕夫妻同心 携手奋战在抗疫一线 用实际行动诠释着责任和担当 家庭式的志愿者除了夫妻档 还有一些是亲子组合 在抗疫一线传递满满的正能量 任务也是特别重的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大概要三千多个人 他姐姐跟妹妹先配合 在医生妈妈陈壮林的一生命下 她的两个女儿就开始了一天的志愿服务工作 19岁的大女儿支援核酸采样 17岁的二女儿帮助采集信息 手消毒 取出柿子 采样 放入试管 整个流程仅花10秒 如此舒忍的动作 如果不脱下防护服 很难看出这只是一名19岁的学生 很多地方的医护人员来自我们海南 然后呢 也比较打动我吧 想着能尽自己的一点力 就尽自己的一点力 两姐妹中的姐姐梁一伟 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的单二学生 正逢暑假 便报名了当地临昌村委会的防疫志愿者 大家当大学了 不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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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昨天都配合了 来来来来 摸糖 摸糖 音量就一下子都要揉快一点就好了 正在读高中的妹妹梁畅 做的工作是扫码录入信息 每一个错误的信息都逃不过她细致的眼睛 一些人会拿手机 会拿手机的照片出来给我们一个小健康码 那就是叫她家人发新的健康码或者她重新登录很难健康码 其实在陈一林的亲子志愿队里还有一名小队员 那就是她15岁的儿子梁明仁 像陈一林一家这样的家庭式志愿者还有很多他们都在用自己的努力为抗疫奉献自己的力量 海南各地群众更是积极投身疫情防控第一线 我现在已经等待了 他们弄完就准备收了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 东方市超过70名出租车司机主动请英参加疫情防控 支援核酸标本转运工作 第一时间报名 为了我们的城市做出一些贡献 共同守护我们在座城市 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把疫情赶走 乐东县离足自治县抱有镇中心幼儿园的教师胡玉红 听说乐东县开展全员核酸检测需要志愿者 他便主动报名加入志愿者团队 我们参与的这个志愿活动呢 是为了贡献我们的力量 然后预备群众们做全员核酸提供帮助 参与到这一次乐东县全员核酸检测的工作当中去 以我们的实际行动保障大家的健康 大家好 我叫伊恩 中复在海南三亚 三亚几阳区的一个社区 然后疫情爆发了 有十多天了 今天我当第七天的志愿者 我现在去上班 上岗位 你看什么情况 几乎没什么车 没什么人 那么我要去的地方 就是在前方拐进去 还属于我们的村委会的 一个社区 一个地方 这是我的岗位 叫江沟村第四个采样点 第四组 这是我的组 OK 我得抓紧时间 伊恩来自英国 在三亚生活已经15年了 面对疫情 他毅然决然地当起了志愿者 有着传媒工作经验的他 还向我们展示了他身边的一些抗疫情况 让路远中需要鸡头 然后来到这边 六点半七点都要上场 我们每一组的物品 是我们自己准备的 比如说检测的那些试剂 还有我们需要的那些柿子 还有所有的垃圾袋 手销酒精 我们所有需要的一些物品 我们自己要先准备好 减少一些工作人员的工作量 因为最近大家都辛苦了 所以我们就是相互帮忙 相互帮助 那最后呢 您有没有什么话 想跟观众朋友们说呢 我说我们三亚加油 然后呢 为我们所有的这些平凡 但是又很勇敢的 我们所有的抗疫人员点赞 这一次的志愿服务经历 让伊恩认识了很多朋友 同时也给他的内心 留下了许多感动 在工作当中 我能够深深地感受到 大家的辛苦 群众的配合 还能体会到 第一线工作人员的 付出和奉献 以及大家 众之城城 同心抗疫的一个决心 我相信最后 我们一定能够战胜疫情 那么疫情结束以后呢 欢迎大家再来到海南 再来到三亚 我们在这里 等着你们哦 加油 和伊恩一样 这些来自不同国家 有着不同肤色 说着不同语言的特殊志愿者 分布在海南的各个地方 与海南人民并肩作战 为抗疫工作 贡献自己的力量 来自缅甸的青年大海 在海口已经生活了五年多 得知要招募外国人志愿者 到核酸采样点帮忙 他便第一时间报了名 我又在这里很长时间了 然后已经大家是一样的嘛 叫我就我很开心来这里 这个住 阿里来自巴基斯坦 是海南师范大学的一名留学生 学习的专业与医学相关 他希望用自己的专业所学 为抗疫工作出一份力 哪里需要我出去什么都做 他们服务很好 我忘记拿帖帖了 他说拿帖帖吧 谢谢你们的帮助 老外不是外人 是一家人 众志诚诚 共同抗疫 抗疫无国界 防疫无外人 不少爱心人士和爱心企业 也在通过自己的方式 为疫情防控贡献力量 感动哦 爱心 我们订了一大箱的饮料 来给我们志愿者送 所以我们当时 我们志愿者收到时候也很感动 就觉得说在这种疫情这么难的时候 大家都能互相理解 真的是太难得了 因为我们只有互相理解 互相配合 我们才能赶紧把这个关给度过去 作为海口高风险区的富豪大厦 被封控管理的第三天 小区里的一名业主 就通过点外卖的方式 为小区的防疫人员 送来了夏日的清凉 我觉得大热情人在那里 然后指挥我们就是排队什么的 都挺辛苦的 然后我自己是因为有在线上办购 然后得经常订着电脑 没办法去做志愿者这一类 所以想尽可能的帮助他们 支持他们的工作 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疫情面前 没有人是旁观者 除了海南岛内 积极开展抗疫工作之外 国家卫健委 快速统筹全国医疗力量 和核酸检测资源 加大对海南的支持 从全国多个省份 调派了医疗卫生人员 驰援海南 感觉海南这边人民非常的亲切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职责和使命 哪里有需要 我们就来 就往哪里来 感谢湖南来的援助医疗队 对我们的帮助 有了他们来了以后 我们放心多了 群众心中也有个底了 我们要配合政府 谢谢湖南医疗队的大量支持 大家会一起努力 战胜这个疫情 湖南支援东方医疗队到达海南之后 立即投入东方疫情防控工作第一线 分成多个小组 奔赴疫情防控各战区 开展核酸检测 与东方人民一起战役 来自福建省医疗团队龙岩队的队员罗雪梅 忙前忙后为队员补充核酸采样物资 协调现场采样工作 有序快速开展 穿戴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 不一会儿的功夫 大家的衣服就被汗水湿透了 我觉得海南也是我们自己人 我们应该是到处去支援的 也是我的一次人生的一次领域 我觉得我应该要去支援海南的 前来持援乐冬的多个圆穷医疗队队员 在全线有序开展核酸采样工作 凭借专业的操作和耐心的态度 辛苦奉献的他们 得到了市民群众的认可和感谢 又人于辛苦了 喜欢早点清零吧 乐冬加油 海南加油 医护人们搞和算辛苦了 这次有机会跟乐冬的医护人员 以及支援者一起同行抗议 我觉得也是我们对医护人员的一个荣幸 在形势严峻的抗议战场上 党旗红 天使白 火焰蓝等海南岛内抗议队伍 来自五湖四海 爱心持援海南的医疗队伍 正和海南广大人民群众 一同筑起疫情防控严密防线 点滴微光 正在汇聚成强大的战役力量 他们的爱心和奉献 正是海南战胜疫情的信心与决心 海南抗议必将赢来胜利 海南加油 三亿加油 海国加油 海南加油 海南加油 战胜疫情 海南加油 这里是海南卫视 铒 Bear 继 Christians